为了迎接第一批的生力军加入台铁车队 24号当天上午台铁举办了迎新车活动 当天特别安排了DT668国王蒸汽火车 作为牵引礼宾的列车 从花莲车站行驶到花莲港的活动会场 同时开放100位名额让民众来搭乘 22号上午9点开始在花莲后站 开放现场登记报名 时间还没到现场已经挤满了人潮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100个名额就被登记而满 天脑烟雾伴随名笛声 这是台铁史上最大盾位 号称蒸汽火车之王的DT668 不少铁道迷抢破头就为了体验搭乘 22号一大早花莲车站就大排长龙 因为新款电联车EMU900 两天后就要抵达花莲港 台铁特别出动DT668国王争气火车 要从花莲车站行驶到花莲港 风光迎接同情胜利军的加入 还限量100个座位开放民众报名 我们是几点就过来 我们八点左右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 就带着孩子全家这样来排队 从台北要赶上来 然后专门要坐这火车 很值得啊 而且又是到花莲港又特别的 有人席家带卷有人连夜开车到花莲 铁道迷依序排队成功买到车票真的好开心 甚至大方展示自己的模型收藏 疯狂程度让人见识到珍稀火车之王的魅力 即将登台的新型号电联车 未来也要加入通勤电车行列 日前公开内装照片 粉嫩色调就引发高度讨论 如今铁道迷可以搭乘蒸汽火车 迎接新型号电联车登台 两个愿望一次满足 也难怪限量名额很快就被秒杀 接着综合报道